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的4月27号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 如何将第三方平台的文章导入到微信公众号里面 那我这里逆了六点好处就是 第一点可以吸引别人的关注持续的推顺文章来养育 因为你想要在微信这个平台上传播第三方的文章链接 其实是不太好的 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而且他没办法去又从微信里面要去下载一个第三方的APP来关注你 那其实上你如果用微信公众号呢 你会直接关注你是吧 而且你下次还可以持续的推送文章来养育 第二点是可以方便你的微信好友分享跟转发 那比方说你把你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是吧 写好了之后分享到你的朋友圈 或者点那个好看或者再看对吧 那你的朋友看到了之后 他是不是有可能会把你的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分享给他的朋友圈 或者分享给他朋友对吧 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利用这个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分享跟转发 挖掘到他的朋友圈的人脉对吧 那可能他的朋友看完之后就想关注你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关注了之后 还可能会加你的私人微信号来跟你深入探讨某些问题 对吧 第四点就是说可以防止第三方的链接被微信屏蔽 不是防止第三方是防止你的文章链接被屏蔽了 比方说你在你的朋友圈分享一个今日头条的链接 那很容易就是吧 就被屏蔽了或者打不开了 或者你你点的那什么伙伴密码那种平台的文章 分享到你朋友圈 是不是第一 他打开这个链接的时候需要登录才能查看对吧 第二个 搞不好这个文章很很快就被那个伙伴密码删掉了 是不是第三个就是 这个链接啊很有可能被被微信屏蔽了 他打他就打不开了 这个是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啊 第五个我觉得是最有用的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是吧 贴上二维码 那贴上二维码之后 他可以直接是可以购货或者加入案例的 对吧 那你三方平台的话当然也可以了 但是你在微信平台上传播就会有问题 你在第三方平台上 他可能不能直接识别二维码 但是他可以拿手机来扫对吧 第六个我觉得还是有一定辅助作用的 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微信公众号 当作一个资料库来服务你的顾客 或者你自己学习都可以 比方说你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写了一篇 什么关于蛋白质粉的这个营养方面的 这个文章或者视频对吧 那你自己可以学习 那下次你的顾客或者伙伴是吧 他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你可以直接分享给他 而他觉得好他还可能会分享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微信公众号最好处 都是挺不错的 那我不知道你理解到什么程度 反正我是觉得这六点是非常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怎么操作 那我们首先在电脑上要登录一下 这个电脑版的微信 电脑版的微信呢 这里有一个叫做 去哪里了 有个这个文件传输助手 这个就是你可以把你平时 别人分享的那些第三方平台的文章 或者你自己看到的链接 对不对把它分享过来 就转发过来转发过来 转发过来之后 登录你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在这个管理这里看到吗 管理这个素材管理 对吧 素材管理你这里就可以 新建 新建图文素材 你点这个新建图文素材就可以了 对吧 新建之后这个 好像有点慢啊 新建图文素材之后 看这边吧 这边我刚刚已经复制了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什么标题啊 复制过来 对吧 然后这文章内容啊 对不对 这里都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这些操作就很简单 这个就不用细讲了 这全选 对吧 全选复制就行了 对复制过来 然后这是金链头条对吧 然后还有其他的 看看其他的 比方说这个是哪里的 皇后锅这个是好像是 这个是我在朋友圈 看到别人分享的一篇文章 我觉得挺不错的是吧 讲这个安利皇后钢锅的 那你可以啊 他是在这伙伴密码上 平台上的文章 那我觉得你看点进去之后 你怎么 你不能你不能关注他 你也不能持续推送文章 对不对 那你放到微信公众号里面就可以 而且这个伙伴密码的文章 经常容易打不开 那你把它复制到你的 微信公众号的平台 后台对吧 然后你还可以对这些文章内容 进行一个再编辑 对不对 你觉得排版哪里可以更好一点呢 你可以把它再进行一个编辑嘛 录了五分钟了是吧 没关系继续 然后这里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这个可以重点说一说 这个文章呢 是来自于安利云之道里面的一篇文章 就是在安利云购 那个安利云之道里面 它有个推广文章 是吧 那个文章里面都很多 都是写的非常不错的 那里面的文章 那时候 但是你如果直接把它分享到朋友圈呢 也可以了 但是还是缺少一点什么好处呢 就是他不能关注这个号 不能关注你这个公众号是吧 因为你就没有一个平台 你是依托于安利官方的这个平台 那他看完这个文章 他想要分享给他朋友 他的朋友看完之后 他想要关注你 找不到你啊 对不对 他怎么找到你呢 这上面也没有你的二维码 也没有你的微信号 所以他找不到你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到这里来 然后复制到这里来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个底部 加上我的小程序码 加上我的个人二维码 或者微信号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的朋友 转发给他的朋友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挖掘他背后的深度人 成为你的顾客或者伙伴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那这个 这个还没有编辑完成 对吧 这个 这个我们再完善一下 这里有选择封面 对吧 我们随便选一个封面吧 对吧 这里就可以 这个封面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这里也把封面选上 这里没有封面是不能发出去的 对吧 这个可以罗洞的 可以罗洞 OK 然后这边 是吧 继续把这个封面做好 可以直接选正文章的图片 可以罗洞好看一点 这个时候呢 你看 对了 我上次有提到这个原文链接 其实可以把它利用一下 原文链接看怎么利用 对吧 原文链接可以这样利用的 因为这个原文链接 是唯一可以提供 唯一的就是 微信公众号 它唯一可以提供给你到帐外链接的 其他的链接的 包括文章里面的链接都只能 仅限于 微信公众号平台内部的链接 但是这个原文链接可以提供 外部链接 你看这个是安利的 安利的 域名对吧 那这个域名是干嘛的 这个域名是我的店铺来的 我们可以把它复制到地址栏 看看这个完整的链接 你看这个完整链接 是我的微信 不是微信 是我的安利云购的一个地址来的 通过这个地址 可以直接进我店铺购买东西的 然后会算我的业绩的 那你们可以去把这个 把你的安利云购的 那个二维码 不是小程序 二维码把它把它变换成 变换成这个链接的形式 就可以了 因为二维码可以直接转 转换成链接的 对吧 因为二维码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 一个信息 一个平面的信息 对吧 你可以把找到那个通过 二维码导出它的信息 导出它的链接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保存 保存好了 这个可以预览 预览是干嘛呢 就预览你可以在手机上面 看一看你这个排版布局好不好 对吧 对 你看就可以预览 预览比如就是我自己的微信号 对吧 点一下然后就可以预览的确认发送 发送成功了 你看我们我在 我在这里电脑打开 这个订阅号 看到这里是不是 就会看到这个沙家笔记 对吧 你看刚才写的上面文章 我在这里 在微信的客户端点个看看 看看它这个排版布局啊 是不是完整的呀 有没有哪些缺失的地方啊 对吧 那觉得不错 不错之后 每篇都点个看一下 对吧 好像是对视频也过来了 有些时候你复制可能视频没过来哦 你发现这个底部没有添加这个没有添加是吧 没有添加那个二维码广告是吧 那时候你可以再倒回去再重新编辑嘛 重新编辑对不对 比方说这个没有添加是吧 那你再重新编辑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在里在这里我们重新编辑一下 把它做好一点 对吧 可以从从这边 复制粘贴对吧 这个是没有视频的 我们把上面都从这边粘吧 嗯 从这里开始粘过来 把它粘完整一点 OK 这个还是要 我觉得既然要做的话 还是要把工作做细致一点 细致一点 你做的好一点就可以互联网 你做的比别人好一点点 你就可以甩开一大批人 对吧 互联网是很讲究一些细节的东西的 老爸写一篇文章对吧 我觉得都是要讲究一些细节的东西 嗯 这是不是还可以 对 这些排版的地方的东西都可以做的细一点 这个时候再可以预览一下 对不对 这不用再重新发了 直接点就可以了 他这里会自动更新的 客户当中会自动更新的 对 你看这样就很好了 对不对 每一篇文章都仔细看一遍 对吧 嗯 没错 原文链接也添加了 是不是 原文链接也添加了 OK 好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发送了 这时候你看 保存并发送 这里点群发就可以了 哦 这里跟跟跟 你看这个时候就有 有跟人家的原创的保护的文章 是吧 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要修改呀 或者你看看这篇文章是不是原创的 对吧 看看人家是不是原创的 网信观点 看看这个 是吧 好 那人家原创的那我们就就先别用了呗 没关系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取消掉 然后再回去之后 回到编辑这里来 嗯 回到编辑这里来 因为 为什么原创你不能发呢 原创你发了之后 他会直 你发出去之后可以发 但是当你的当你的用户他 点开这篇文章的时候 是直接跳转到别人的那个 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的 明白吧 那相当于你 你用你的粉丝给别的微信号导流了嘛 那这个就不划算 对不对 你好不容易 积累了一些用户 结果免费帮别人打了广告 所以你都不乐意 对吧 那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文章删掉 把它先把它挪下来 把那个向下键的看到吗 下移 下移之后这里有个删除 对 你把这个文章删就可以了 再保存 然后再保存发送 预览就不用了 刚才你预览过了嘛 那个都没问题的 对不对 然后群发 这里还可以定时群发 就可以做到定时 是吧 比方说你可以定时几点钟 是吧 今天的11点 12点 什么时候 因为有时候你发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你可以发一个比较 比如说晚上八九点 是吧 这个时候比较黄金时间嘛 大家有空阅读文章嘛 你可以定时群发 这个也是人家原创的是吧 那又要删除掉是吧 其实你可以拿这个原文的 拿来修改一下 知道吧 就你可以修改一下 就不一定就是说 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复制张天 很多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你可以在里面 在里面 把这些内容修改一下 知道吗 或者修改成别的内容 是吧 换成你自己的语言 这个没关系 也很容易操作的 那这个后台操作就这样的吧 基本上没什么大的一些其他的问题了吧 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扫我的这个二维码 然后联系我 这是我的微信公众号 后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可以联系到我的个人二维码 或者访问这个网址都可以的 微信公众号这个平台 可以利用好了之后呢 可以让你的安利事业 做到自动化发展 自动化买货 自动化加入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那后面我会讲一讲怎么样 怎么样利用第三方的平台 给你的微信公众号导流 比方说什么简术啊 百度百家啊 或者什么大鱼号啊 或者什么其他的什么知乎这些平台啊 是吧 在那上面 发布一些文章 来给你的微信公众号导流 是吧 然后再从微信公众号里面 导入到你个人微信号 这样通过一个内容的过滤 可以让你的朋友圈 你的个人微信号的朋友圈 或者你个人微信号的人脉 更加优质 是吧 更加效率更高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时间也比较久了 谢谢大家 1 2 2 3 7 3 estä 5 8 7 4 8 published